剛剛的程式我們有面積 但是我們現在希望針對它多一點擴充 能夠表示出說 那我到底這個計程有什麼用 這個計程有什麼用呢 為了這樣我們加一個欄位叫厚度 它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像比如說你手機 手機不是一個橘形嗎 但是它有厚度 比如說厚度是一公分的厚度加進去 那加了厚度之後呢 我們一樣有面積嘛 因為你手機的表面不是一個橘形嗎 它有個面積 當然你的手機不是完全的方方的 但是或許也有某種手機是全方的 那這種有厚度的東西就變成一個形狀 不只是一個形狀 就是一個有高度的形狀 有高度的形狀 有厚度的形狀 然後呢我們舉行一樣計程 shape 然後做法 預設厚度把它設成2.0 然後一樣有面積 面積一樣是寬層高 但是呢我們可以加個體積 因為你有了面積 有了厚度就可以變體積 所以矩形的體積呢 就是寬層高層厚度 寬層高層厚度 那圓形呢一樣喔 你也會有面積 但是我預設圓形的厚度是3.0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在計算體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area乘sic 面積乘厚度 其實以這種形狀而言 那我都可以用area乘sic 來算出體積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建立形狀 然後建立矩形 然後算它的面積和體積 然後建立圓形 然後算它的面積和體積 然後我們還可以把它的厚度稍微改一下 再重新計算體積 這樣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們把它剪貼下來 執行一次看看 那你可以看到 抽象形狀沒有面積 所以是0 然後矩形的面積是 4840 但是它的體積 因為它的厚度是2 所以體積是80 OK 那圓形的面積是12.5664 但是它的體積因為它厚度是3 所以變成37.6992 然後呢 後來我們把厚度改成5 所以變成62.832 OK 所以這完全有反映出 我們剛剛程式的結果 那你這邊當然也可以看到它的內容 S就是那個形狀 它裡面有個厚度 只是厚度沒有色 所以這裡 那觀暗高都有 但是這裡要注意一個 沒有看到厚度對不對 厚度在哪裡 厚度在base 就是它繼承的形狀 它繼承的形狀 所以形狀就是它的base 在base裡面有個厚度 同樣的圓形呢 有個半徑 但是它沒有看到厚度 你看在base裡面 這是它繼承來的 好 繼承來的 所以呢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OK 你會發現說 OK 好像繼承有一點用 至少我繼承的時候 我同時也繼承了厚度 我就不用在下面的矩形 再去減高厚度 或者是在圓形再去減高厚度 至少繼承上面好像有點用 我不像剛剛繼承好像也用 接下來讓繼承更有用一點 繼承更有用 繼承更有用怎麼做呢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volum函數 就是那個體積函數呢 直接提到上層來用 提到上層來 那體積其實就是面積成厚度 對 體積既然是面積成厚度 那矩形裡面還不要再定義一個體積 不用了 因為它在上層定定義好 所以當你用矩形去繼承形狀的時候呢 你完全就繼承了厚度 面積和體積的三難處 只是面積呢 你必須要自己再把它覆蓋掉 因為你不可能自己 那體積呢 它的公式完全不對 所以你不用再寫 那於是呢 你的程式可以變短 變短 那這裡 你只要定義完面積就好 你不用再定義體積 這裡也是 定義完面積就好 不用再定義體積 然後呢 你建立舉行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呼叫它的體積 它還是會正確站出來 因為體積就是面積成厚度 它還是會呼叫它一個站出來 那原型也是 然後你呼叫體積的時候 它也會用面積成厚度站出來 那你改的厚度 再呼叫一次 它還是可以正確反應 那這個我們就把這一個程式採定下來 請下來 好 那建置沒問題 我們一樣自行 那你可以看到 OK 它跟剛剛幾乎都是一樣的 都一樣 對沒錯 跟剛剛都一樣 但是它的程式碼呢 變短 你可以看到 圓形裡面沒有Volum 沒有體積了 沒有體積了 短形裡面也沒有體積了 體積在哪裡 體積在Shape裡面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短形它可以無角體積 圓形也可以無角體積 OK 它把它提到上程序 這樣你就不用寫兩次 好 所以物件好像有什麼功能 讓你寫的程式數量會變少 透過繼承性 你在上面寫過 下面就不用再寫 透過繼承性 你在上面定義過的欄位 下面就不用再定義 而且下面的人都可以用 這就是繼承的第一個功能 還有別的功能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看多型 有了多型之後 你才會知道 原來基層 還這麼好用 好 那先各位去看一下 試試一下剛剛的這個程式 有體積的這個程式 試試看 好